大家好 这个是我今天要做一个煎薯饼 这个土豆呢 就是已经煮融了 然后放了这个黄油 葱 蒜 黄油 冻好的 我就把它切了两块 放进去 然后揉在一块 土耳其的这个土豆 它的这个粘稠度 我觉得比国内的这个粘稠度要好 所以把它做成土豆饼也挺好吃的 这个就是外面的裹一层玉米淀粉 一个是保存它那个形状 第二个就是它这个玉米淀粉呢 它煎起来就会比较脆 就像这个 关当劳的脆薯饼一样 好 好 一个大土豆做了 三个酥饼 是用那个中小火来煎的 翻个面 对 其实这个中间呢也可以放点芝士 煎起来也挺好吃的 放点我们的马扎瑞拉 芝士 拉斯的芝士 煎起来也挺好吃 这个是熟的 就是所以说 只是把它煎脆就好了 但是那个要脆的话 要必须要煎两遍 就像那个土豆做薯 薯条一样的 一定要炸一下回锅一样的道理 就是它这一面煎过以后 翻过来 翻过来以后 它会回软 然后要再煎一下 两根都要 两根都要重复煎一下 然后才能保持它的这个脆度 总之多煎一下 把它再压扁一点 这个脆的面积再大一点 煎了以后这个油呢 就撒了一点了 这个就要再加一点 因为这个油呢 是保证这个黄而不焦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条件 要不就很快就 它就干了 就糊了 现在要再加一点油 听到这声音没有 就是比较脆的声音了 可以把它盛起来 然后 蘸 蘸这个西红柿酱 就挺好吃的 好 这个 脆薯饼就做好了 咬一下 这个 就这样 杀了